其实任何创业成功与否 最后都是在看态度 像接下来这位台南左镇的阿嬷 当初为了佳祭 她卖肉掌 卖碗粿 都是天天早起 从她这四十年的故事当中 你真的可以看到台湾女性的坚韧 台南左镇有个小滩 生意只做六日上午 却远近迟名 天刚亮就有人上门 有 几粒 两粒 阿尔阿嬷会亲戒地问你 想吃粽子碗粿 还是隔壁三女儿 回乡创业做的鹅碑 也可以来晚 之前因疫情无法内用 她两个多月 没提供的味增汤 上星期我们还是煮而已 我煮的时候 有人说我菜都没有汤 他说我菜也没有汤 他说我配的肉汤 我就是要吃你的汤 只要这句话 就能让做了四十年的阿嬷 检绣额有动力再继续拼 虽是这么说 但跟着他从准备到摆摊 你真会佩服这七十多岁的长辈 像陀螺般忙得团团转时 脑筋还清楚得很 哪些挖柜粽子要蒸 哪些又是客户预定的 要留好不能搞混 对他来说 彼此间的信赖和情谊 其实比赚钱更重要 所以再忙也会细心检查 避免出错占的便宜 就是这样的用心 让不少居民成了老主顾 甚至愿意不拿酬劳来当助手 是从礼拜一到礼拜天七天 每天都忙 他唯一休息的时间 或许就只有礼拜天的晚上 他连下午都在忙 因为他真的太厉害了 一个人抵三四个人用 我完全没办法 其实检绣额那超人般的耐力 是苦过来练就的 他从小就兼差打工补贴家用 还帮爸爸卖猪肉 原以为嫁人后能过上好日子 不料担任乡牙师的丈夫 有次在工作中意外伤了眼睛 丈夫徐修养五个孩子要顾 扛起家计的她没多想便接受提议 但娃娃一向够妈 她想到妈妈曾教她包粽子 也许能派上用场 叶片平整包出来的粽子才漂亮 阿尔阿妈笑说可别忽略这些小细节 又洗掉了 有吗 有啊 又洗了 又洗了 好麻烦哦 你看把油加酥煮的 加酥比较贵 像她很坚持一定要木材烧 我说为什么不要用瓦斯 这种她有她的坚持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不能改一下吗 这样会比较轻松啊 她不愿意 她说这个叫做古早味 改了就不是古早味 她得花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体力 一个人去完成所有事情 阿姨那这样腰会不会痠啊 我腰是压 hung的 压 hung的 已经测完了 不是测完了 是压 hung的 但她却没被日复一日地辛劳压垮 也不怕独立创业时面对的压力 98年了 98年做掉的 死99 就記得了 她說我女兒是癌症 三個月 那是肺腺癌 為了醫治女兒 她放下工作陪伴治療 前後八個多月 還是挽不回孩子的 健康和生命 我聽不懂的時候 又看著做了 對 為什麼 轉換 轉換心情 就這樣整整六年 才漸漸甩開陰霾 想通了人生 女兒們都勸她 關節素疾不能再拖了 年底就手術吧 這個常自嘲愛賺錢的阿嬤 放不下的原因 其實不是錢 是人 是人情的溫暖 讓她熬過風雨 找到成就感 所以即使只是個小生意 她都堅持珍惜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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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